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每一个在社会上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46名艺人因吸毒被捕 对卸毒艺人凌容忍 中国人对毒品的痛恨程度 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 就是对明星吸毒的态度 很多空极一时的明星 因为一招入入歧途沾染上毒品 整个职业生涯就被断送 却不完全统计 截至陈与凡事件 我国已被曝光的涉毒明星高达46人 四年前 何振东因涉毒被抓后 粉丝们拼命为他洗白 一句剧珠心的话游在耳畔 他吸毒跟你有毛关系 把你家祖坟了 有能耐你报警啊 吸毒也很帅 你依然是我男神 不管你吸不吸毒 我依然在 依然爱你 成为名人 不是陈与凡 可震东门吸毒的党剑派和保护色 借用人民日报的一句话 如果容忍贩毒 费对得起 无数击毒警察的精春和热血 如果再为吸毒明星辩护 则对得起牺牲的击毒警察 毒品是中国人心头一到了永远无法遇合的伤 我们从不也绝不接受这和吸毒的理由 受益人猎疾影响 国内企业每年损失 超市疫情安时景山 在发布案件同报之前 于全北京站20周年演唱会主办方北京天院东方演出有限公司就已发布公告成 因为艺人个人原因 此次演唱会取消 事情一出 网友吐槽小米称此事最大输家 原因是此前小米油品已经独家冠名的歌手雨全 而是雨全学会演唱会 小米油品还针对雨全 20周年推出了限量版权同纪念公仔 原计划于12月4日 在小米油品发售 价格999元 限量1000套 总价值近百万 带住了小米以外 宝 郡汽车也独家冠名了雨全在12月8日广州场的演唱会 同样采重地雷损失几百万 近年来 因明星吸毒被抓 而损失采重的企业 已不在少数 此前有媒体统计 国内企业因盲目追星每年的损失 在10亿人民币以上 今年来被曝出吸毒的明星里 最当红的莫过于小鲜肉科正中 当时他的代言费用在500万左右 手握的代言包括肯德基 却卖口香糖 尼维亚 欧莱雅美宝莲 去佛兰汽车 冰淇淋和陆雪等 多达20多家 在柯震东吸毒曝光后 他们集体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品牌危机 事后有产业分析师表示 初步估计 柯震东吸毒事件给其所代言的品牌厂商 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商业损失 达到数十亿元 2014年 因参加中国号声音 而声明确实 在李戴默被曝光吸毒 当时一家主营业务 为机械设备 制造的上市公司这副控股 刚刚宣布出资超次亿元收购 李戴默所在经纪公司梦想强烈文化传播 上海有限公司20%股权 3月18日李戴默被支流后 从3月26月起 这副控股的股价从9.68元 狂跌 至4月3月收盘的6.76元 下跌30% 市值蒸发超过41亿元 很多企业想要借助明星效益搭上高速列车 于是大手笔邀请明星进行代言 选对了人则皆大欢喜 如果不胜采雷 不仅代言最可能竹篮打税一场空 甚至会引发消费者的怨气 比如今年6月 知名彩妆品牌N.A.邀请涉毒艺人可振动为其站台 惹恼了一众网友 而N.A.对却没有给出一个让大众信服的解释 因此给自己的品牌蒙上了一个污点 遭到了网友们的严厉抵制 全面封杀涉毒艺人用具像化手段 引导观众 想想那些被吸毒艺人洗白的粉丝 他们中有人从没亲眼见过那些因为毒品破碎的家庭 因为基毒牺牲的生命 如果你紧紧 告诉他毒品是有害的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 他们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也无法理解那些刀刃上的生命危险 从来就不是吸毒这一句对不起 就能一笔勾销的 2014年9月 洗白事件发酵之后 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求 不得邀请有吸毒 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 正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不得制作 播出一场作演艺人员 名人名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看点 谁投的广播电视节目 随后两年 上海与山东相继出台相关规定 广播影视 文艺团起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 被公安机关查处为满三年的人员 或者尚未接触毒影的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不宇播出其参与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 广播电视节目 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 今年9月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北京人艺东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等200余家会员单位 将全部签书承诺书 不录用 不组织 涉花 独 独演艺人员参加演艺活动 净花首都演艺市场 表明立场 表明态度 涉及吸毒 对吸 贩毒吃正面态度的文艺作品 艺人 绝不允许出现在供故视野 是在形成具象的威慑力 让那些盲目的粉丝知道 你喜欢的艺人 只要吸了毒 你无法再购买他的作品 连支持他的途径都没有了 只有这时候 那些人才会真切的意识到吸毒 是不可以被拿来娱乐 更不能效仿 时间的